Hi you 我跟你說什麼 我也是用兩種媽媽跟你說 不要緊 你不是看我手上 這個什麼 電話 為什麼跟你這樣說 因為每個人 我對你說我剛剛買到一個電話 手指 用手指 這裏很厚 這裏沒有坡洞 你知道為什麼 這裏有的 這裏沒有坡洞 我自己正 為什麼我要正正 這裏我不捨得正 不捨得剪 後來我覺得 不行啊 如果電話這麼貴買回來 剪了它 如果方法不好的 那 弄壞個電話的 因為整個電話 如果這裏 跟你說 這裏有密封的 密封的 它就不能散熱 不能散熱 去熱 那如果我把電話 這樣套住 那當我用的時候 後來我就發覺 好 我緊緊去做 緊緊搶事 然後我 我這裏 整一個 當我拿出來 拿出來 整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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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當我用的時候 跟耳杖 要整的時候 沒有剪的時候 你弄一下 成功力 因為 本來我是不想剪的 但是 哎呦 如果你真是能夠 幫它散熱的 都要薄了嘛 你知道買個電話 不是便宜的了嘛 都便宜的嘛 所以我就覺得 OK 我要嘗試 等一等 嘗試一下 成功力 可以幫到 幫到 因為那個電話呢 如果太熱 用得 某一段時間 它就會歪掉 不止得 因為你很貴 買回來的電話 用 用一年到 幾個月 因為它熱過了 一定會壞的 好像我弟弟頸 為何我帶那麼多東西 有個司機 我已經教你們的了 可以幫助自己自剪的 我順便說 就變成了 同一個道理 我覺得 那個電話 都要給它散熱 給它去熱 那我也是這樣說 哦 那條頸 我給它散熱 這個都是 我要給它散熱 散熱 很重要 所以 我穿得 又也是搶工了 只不過電話不是咳嗽 我咳嗽啦 但是如果電話 不搶兵的 也是一個問題 OK 祝你們成功